其实就在于防晒技术 我们都说防晒这件事情要做得到位 它要有两个基本元素 就是它的防晒剂 防晒剂就是所谓的物理性防晒剂 跟化学性的防晒剂 通常化学性的防晒剂 它因为原物料的关系 当它必须把它可以保留它的活性成分 然后发挥它一个阻隔紫外线功能的时候 它必须用一些油纸把它包裹起来 去保护它 让它可以附着在皮肤上面 所以通常如果它有物理性防晒 在加化学性防晒的时候 又要把防晒细柱做很高 脱不了它一定会有油 那你擦起来就会腻 首先它有一个叫做 Sara Rex III这一个科技 这个科技其实是 曼旭雷敦他们跟德国的一家 专门做防晒剂的厂商 他们去研发出来的一个新的技术 它的技术就在于 第一个它可以延长你的防晒力 就是你擦了防晒之后 五个小时之后 它的防晒力依旧存在 那第二个特点就是 它把防晒剂的技术 就是油的这件事情 它把它利用先进的科技 把它破解掉了 让它的防晒剂擦在皮肤上面的时候 它不需要那一层油来包裹它 它可以用一些水性的成分来包它 所以当你擦上去的时候 你会觉得我在擦水 而不是在擦油 可是这个水里面 它已经把防晒剂包在里面 这是它比较特别的 所以你会觉得擦起来 怎么跟一般的防晒剂不一样 在哪里的防晒剂取出 对你的皮肤上有专门 这边是胶部 就越来越远 就越来越远 就越来越外 有一点